游戏小萌主 我就是萌主 其实我一点也不萌 我很凶的 今天再来度假村玩一局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来度假村啊 先上到房顶看看 哎哟喝 树后面有个小呆瓜 那么新的树怎么可能挡得住你呢 房子后面似乎有人在开枪哦 过去看看 只有一个小呆瓜 他在打谁呢 所以说不要随意开枪 很容易暴露位置的 今天的这些队友都好给力啊 都没有我整线的机会 那我就去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敌人 先跳到房顶上吧 一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里 下面刚好录过一个小呆瓜 被我给终结了吧 快去看看他有什么好装备 原来是个医疗兵啊 包里全是些医疗物资 唉再回度假村看看有没有遗留的敌人 还有个小呆瓜在捡装备啊 看他捡得那么的认真都不看我的 还有一个小呆瓜 冲过来是想终结一个人 没想到看见了四个人 直接蒙圈了吧 房子里似乎有一个小呆瓜 扬个手来看看能不能扎到他 小呆瓜躲得还挺好的嘛 不知道里面有几个人 和队友一起出去你看看 就只有一个小呆瓜 我还以为有很多人呢 啊 怎么有人开大巴过来了 被以前人急火打上来吧 哈哈哈哈 过去看看他有什么装备 还有一个小呆瓜 那我不客气了 开大巴的人果然有钱 这么多的好装备啊 前面的吉普车里有两个小呆瓜 这个角度不太好打他们 我的队友好猛 直接都开车冲上去了 我也冲过去吧 哼 队友直接把那两个给终结了呀 这个也太猛了吧 是谁的打我 打得这么疼 要不是我有个三级头 我就凉凉了 哼 原来在树后面 还挺会躲的嘛 我根本就打不到他 毒气怎么来了 先跑毒吧 不和小呆瓜打了 哦 剩下最后一个敌人了 似乎在前面的房子里 让两个手雷看一看 哈哈 果然在房子里 成功吃鸡 喜欢盟主的朋友 记得关注一下盟主吧 每期我都会为大家 带来精彩的小游戏 千万不要错过哦 前面不要错过哦